梁静如今年于5月份在上海举办演唱会 不料竟然惹上官司 据陆媒报道 有粉丝花了台币5600元 购买二楼看台的门票 没想到进场后 发现座位前方有一根大柱子 挡住视线 几乎看不到歌手 严重影响了观赏体验 随后粉丝向主办方反应问题 主办方却推责任称 事先不知道舞台设计 也未曾保证视线不会被遮挡 该名粉丝一气之下 与周遭受影响的8位粉丝联手 一起把主办方上法院 案件开庭后 粉丝诉求主办方 除了退还门票之外 还需以3倍赔偿金支付损失 并负担一切诉讼费 主办方则表示 之后会拟定新的调解方案 而梁静如的经纪人 截至目前为止 并未对此事发表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